导读 机一新建的LM2500 XTRESS电厂由11台LM2500航改燃气轮机 发电机 燃料供应系统 电网连接和辅助设备组成 它在出厂时已经实现了95%模块化 能够快速 轻松的进行现场安装 RWE发电公司的新300万瓦特电厂位于该公司和电厂所在地的南部 该工厂将无法在开放的电力市场上使用 相反 它将仅根据系统操作员的要求进行操作 以帮助确保高效的电网稳定性 GE的LM2500 XTRESS电厂建立在GE酒精考验的LM2500航改燃气轮机技术之上 GE的LM2500销量超过2500台 累计运行时间超过9700万小时 是全球最畅销的航改燃气轮机 LM2500 XTRESS只需最少的人员即可在两周内安装 它的极差极用特性可提供快速有效的活性电力 它适用于50和60赫兹电网 可提供简单和周期配置 在简单循环配置中 它可提供34百万瓦特的功率 效率最高可达39.5% 在联合循环配置中 它可提供高达47百万瓦特的功率 效率高达54.4% G1表示 在国北部地区有大量可再生能源 创下了创纪录的水平 但是这些新能源生产的电力 需要依赖电网输送到南部地区 面临负荷调节的挑战 之前该国屡次面临严峻形势 甚至不得不临时向周边国家进口电力来稳定电网 G1行改燃气轮机业务高级全球销售总监安满乔西 Amandoshi表示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不断扩大 但是电网基础设施仍然需要高效的燃气轮机技术来稳定 和支持这些可变技术 G1发电公司的制造卓越中心生产 RWE发电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杰米森 Roger Mason表示 我们与G1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们为能够共同安装世界上第一台LM2500SPRESS电站而感到自豪 好 我们将能够为德国黑森州南部的电力供应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双引号 该燃气轮机发电厂将在现有的比布利斯和电厂旁建造 建造预计将于2022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MING PAO TORONTO